安省今日新增確診個案回落至1萬宗以下 但要接受深切治療的重症患者就會持續增加 多倫多市醫療保健系統告急 蘇漢文報導 經過連續多日超過1萬宗確診後 安省今日新增個案回落至9706宗 當中完成兩劑疫苗接種的患者佔了大約8成3 住院患者升至2467人 接受深切治療的患者進一步增加到438人 單日死亡個案增加12宗 代表多倫多醫護人員工會表示 醫療系統處於崩潰邊緣 例如是剛好過去的星期六晚 沒有救護車應對求助的電話 呼籲市民除非緊急情況最好自行前往醫院 多倫多市長莊德里表示 全市接種第三劑疫苗數量已超過100萬劑 市府會繼續推進疫苗覆蓋率 特別是爭取學生在1月17日之後重返校園 計劃進入第三劑疫苗 包括包括五至十歲的學生 和教育員在遭遇的地方 為了應對下星期一可能重開學校 安省教育廳表示 已經與安省教師聯會達成協議 將退休人員的工作日數增加近一倍 從五十日增加到九十五日 利填堡疫情造成的學校人員短缺 皮爾區William Osler醫療系統表示 由於人手不足需要關閉屬下 位於賓頓市一個醫療中心 所有前往那個中心的病人都會被轉介到其他醫院 另外都會聯通下核的接運系統 由於Omicron變種病毒急速傳播 令到兩成至三成的員工請病假 被迫將運輸網絡的服務削減一成半